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一个后空帆便立在了袁丽夏的屋内 袁丽夏见妹妹无碍 立刻关上了窗户 拉上了窗帘 随后又快速地跑到门前 将门上锁 门外的小丫鬟听到响动 担忧地问道 少夫人 您怎么了 袁丽夏假装微怒道 我困了 任何人不得打扰 小丫鬟闻声便立刻退了下去 她知道少夫人的性格 睡觉时向来不喜被打扰 只能先退到比较远的距离 默默守护 惊吓看见大姐安然无恙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心中说不出的喜悦 她微笑地看着大姐 随即 又热泪盈眶 她上前将大姐紧紧地抱在了怀中 心疼得到了巨岛 大姐 你怎么说这么多 此时 袁丽夏的心中无畏巨杂 她不知道该如何和妹妹解释 她从未想过还能见到亲人 更准确地来讲 她并不奢望见到亲人 她害怕 害怕他们会对自己失望 害怕他们会心疼自己 她害怕得太多 以至于 她一直就像一只蜗牛一般 躲在自己的壳内 不敢出来 惊吓见大姐不说话 立刻放开了她 见她额头上包着纱布 心疼不已 她反客为主 拉着大姐的手走到了床边 让大姐坐下 随后 她半跪在大姐身边 柔声地问道 大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何时来到的原家 为何不肯见我呢 惊吓不知道 大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她敢确定 大姐有意躲着自己 她能够将机密传递出来 不可能无法将自己的事情传递出来 而这些年 她一直都没有找到大姐的消息 唯一的可能 便是她有意瞒着自己 原历下看着多年未见的妹妹 她微微抬起手 想要摸一摸她的脸 却又无力地放下 强忍着泪水 别过脸 说道 快离开这里 只当没见过我 回到你该回的地方去 速战速决 解决这里的乌烟瘴气 大姐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若是今日被困的人是我 你能抛下我独自离开吗 若你不给我一个答案 我不会离开的 你知道我的性子 若你想我死在这里 你便什么都不要告诉我 惊吓倔强地看着自己的姐姐 以自己的性命相要挟 只想要一个真相 原历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继续道 若你还叫我一声姐姐 便不要逼我了 算姐姐求你 你只当我死在那场家变中 速速离开 好吗 大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求求你告诉我 你如此这般 就算我活着离开这里 你让我该如何走接下来的路 置至亲于不顾 我还有什么脸面继续活下去 惊吓的眼泪不受控制地 刷刷掉了下来 她望着自己凌弱的姐姐 心疼不已 袁立夏抬头看了看惊吓 无力地笑了笑 道 傻妹妹 你怎么不懂 我不想见你 是觉得对不起原家 我和少廷本就是未婚夫妇 我留在这里 理所应当 只是 总统害了咱们家 而我坐在仇人之子的床上 想尽荣华富贵 自然是没有脸面见你 惊吓愤怒地看着大姐 眼睛内闪烁着浓浓怒火 凶道 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若是 你真的如你所言的那般不堪 你便不会将总统府内的消息 频繁地传递给我 大姐 我们在一起生活多少年 你怎么可能骗得了我 人是会变的 你快些离开 若是少廷回来 我也就不了你 袁立夏愤怒地起身 不想继继续看惊吓 她怕控制不住自己 忍不住将自己这些年 所受的委屈通通讲出来 就在她甩手的那一刻 惊吓突然间看见了她手臂上的针孔 她惊恐地站了起来 抓着大姐的胳膊质问道 你胳膊上的针孔是怎么回事 袁立夏心虚地甩开手臂 解释道 我生病了 打了一些针 什么病 惊吓逼问道 袁立夏闪烁其词道 那个 那个女人身上的病 惊吓再一次抓起大姐的手臂 力声道 这样的针 我曾经也被人注射过 袁立夏紧张地看着惊吓 慌张地问道 谁注射的 路易就是这样保护你的吗 惊吓伤心地看着大姐 问道 你还不打算告诉我实话吗 若是你还不说 那我现在就去问问 到底是谁 敢往我姐姐的体内注射牙鸟片 袁立夏跌坐在床上 眼泪一滴滴地掉落下来 心里的委屈和无助 在这一瞬间坍塌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失声痛哭 惊吓健壮 来到姐姐身边 让她将头靠在自己的腰侧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安慰着她道 大姐 你放心 既然上天让我找到你 我一定会安全地带你离开 我们姐妹俩 从此以后再也不分离 我希望你能够起来